好学完练表之后的话 大家存在一个疑问 练表用来干什么 练表实际上跟顺序表 我们给大家说了 这两个表统称为叫做线性表吧 线性表的意思就是存一个组线性的数据 那么它在存的时候 对于顺序表来说 它在物理的程度 也就是说在硬件上面 角度上面来说的话 也就是说要存的这一组线性的数据 是连续存放的 对吧 练表跟它的区别就是 这一组数据在物理内存上面来说 是离散存属的吧 对吧 那不管是你连续存放还是离散存放 它终归都是一个线性表吧 也就是说存一组线性的数据 然后那紧接着看一下 那对于这样的一个线性数据 我们最终要去怎么来利用呢 讲了站了 站是经常会使用过的一种数据结构 那这个站实际上来说 它在去实现的时候 你就可以去利用我们所学的线性表当中的任何一种 都可以去实现 来先看一下关于站 那站是什么东西呢 站英文单词stack 也有人翻译叫做堆站 它实际上就是一种容器 这种容器呢 它是用来保存一组线性数据的 但是这种容器在操作的上面啊 我们先考虑站的时候 考虑马上要说到对列的时候 考虑这样两种数据结构的时候 不用关心它在物理上面是怎么存放的 关心的是什么 关心的是这两种数据结构 它到底支持什么样的操作 它的操作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 就关注在这个层面就可以了 所以紧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对于站这样的一种容器 先不管它到底数据是怎么存放的 先看一下 使用这种数据结构有一种什么样的特点 它的这个特点就类似于你的杯子一样 只有一个口 剩下的另外一端是一个底 是一个封死的底 那这样的一种数据结构的话 看一下我们往里面去 往你的杯子倒水的时候 是不是这个水先加的 就可以跑到杯底了 然后我往出倒的时候 是杯口的先往出走吧 那这个站描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特点 对于这样的一个容器来说 我可以保存一组数据 先往站当中添加的元素 我按照我现在想添加一组数据 A1 A2 A3 E直到AN 然后呢这时候先添加的话 A1就跑到了站的底部 也就是说跑到这样的一个数据结构 跑到这样的一个容器的底部 然后我再往里面添加的话 就会一直往上面走 然后我紧接着要去使用的时候 需要从这个容器当中往外读了吧 往外读的时候先读出谁呢 就先读出杯口的这一部分 也就是站顶的这一部分 取的时候就先把AN取出来了 那你看一下 我不管这个容器怎么去实现站来说的话 它实际上只要是你能够具备这样的一个操作特点 我们就把它叫做站了 那我们把这样的特点叫做什么呢 就叫做后进先出 也就是说最后一个进来的AN再去使用的时候 他一定会被第一个就去取出去 所以我们把站的一个特点就叫做LFO last in first out 最后进来的第一个先出去 这就是关于站的一个特点 好了那你想了我们一直在讲的是站在理解他上面的话 关注在他支持的操作了 那对于这个站 他本身是一种容器应来应该用来保存数据吧 那好保存数据的时候 这个数据到底怎么存放呢 到底怎么来存放呢 我们可不可以把A1到AN的这一组数据用顺序表去存 可不可以啊 顺序表的特点是不是就是连续存放一组数据的 对吧 那我们再去封装list 封装这样一个顺序表的时候 我只要保证使用我的人只能从一端添加 从一端去取出 另外一端的话 我永远让你够不到 是不是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啊 对吧 那紧接着再来说 我不去使用顺序表 我使用刚刚我们封装的这个链表 可不可以达到呢 可不可以达到呢 我们在去使用的时候 永远要去让使用我链表的人 你只能在链表的尾部去取 也只能往链表的尾部去添加 虽然我们在写链表的时候 支持可以从头部吧 但是如果我把这个头部的这个方法给你禁掉 把中间的这方法给你禁掉 我只让你从尾部追加 删除的话 我不按照这样的方式了 我直接给你写成在尾部删除 那你想 我把链表改成这样的方式之后 这个链表是不是就是一个站了 对吧 所以 所以我们前面学的顺序表跟链表 这两个数据结构 他解决的应该是数据怎么存放的问题吧 他把数据怎么存放解决好之后 可以给你提供出各种各样的方式 你在哪叉都可以 在哪边许都可以 但是这时候 如果我一旦把其中的某些方法给你禁掉 要求你只能从 只能从你的链表或者顺序表当中的异端 或者是头或者去尾 只能从异端去操作 那这时候你无论是顺序表也好 链表也好 它就都变为站了 对吧 那也就是说站跟顺序表或者说跟线性表的一个区别 就在于站的这种数据结构描述的是操作 线性表描述的是数据怎么存放吧 那你这时候再看了 回过头来 链表有什么应用场景 什么在站的时候会应用到你的链表啊 可以用到链表吧 那有些人又说了 那什么时候去用站是吧 可能会有这个问题吧 什么时候去用站 那我们所操作的 就比如说 在这里面没有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一个什么例子呢 有这样的一个算数吧 一乘以括号二加三 对吧 那你想你写出了一个这样的数学计算公式 之后或者数据表达式之后 那去python解析到底是怎么去进行的计算 你想一下 他再去做的话 也得从从从左向右去做吧 但是一一旦括号的话 我是不是首先得去处理括号啊 那对于这样的一个表达式 我们怎么去解析的呢 实际上在解析的过程当中就可以利用站的方式去解析 用站的方式去解析 那怎么用站去解析呢 大家可以留下课下去扩展一下 然后再看 我们马上紧接着再要学的就是对列了 对列就是另外的一种情况了 对列的话 它跟站的区别就在于说 这跟我们排队一样 要求的就是 它本身还是一种线性的容器 只不过这时候的话 我要求你对列的使用人员 你只能从一端去添加 从另外一端去获取 那这时候跟站的区别就是站始终只能在一段操作吧 对列只能说是从一端添加 从另外一端去取 那这时候就跟大家排队一样 先来后到 有这样的过程吧 所以你在想 我从一端去添加的话 我从另外一端去取 那这时候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 先进来的最终取的时候会被先取过去吧 所以对于对列来说 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先进先出 first in first out 它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那你想关于对列的这样一种支持方式 是不是也可以去用顺序表 也可以用面表来实现呀 对吧 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吧 好 那关于对列在哪块去用 我们再给大家去讲数的时候 就是明天后天 后天再去给大家讲数的深度便利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用到对列了 用到这种对列了 那这个对列就可以用大家自己封装的了 所以也就是说顺序表跟链表解决存储 然后我们在具体的应用场合的话 是要关注到这样的容器 它的一个操作特性上面 到底是先进先出还是后进先出 这样的一个特点 好 多须序表演 对 看到没有 我也在不正确信 伤心 我们是要双腿的 最均一线 是 很棒的 我们一边